HELLO 大家好 我是Ephelia 今集我又會出發和大家看看英國有什麼好的新樓盤 今次我又會繼續去到Horsham和大家去看樓 又是Barclay建的新樓盤 之前和大家介紹過Highwood Village 大家都很喜歡 這個盤比Highwood Village更便宜 而且亦有2至5房的獨立大屋 我也知道很多香港人來找大屋 不知道這裡比Highwood Village又如何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話就一起去看看 今集不是廣告 純粹是我親身跟大家去看看 因為之前有網友問過我這個Broadacus的盤好不好 它在Horsham除了Highwood Village 另外是Barclay的一個新樓盤 而且最近我看到新樓盤的情況不太多 所以一看到比較好的樓盤 就想和大家看看究竟值不值得買呢 我除了會和大家看看示範單位之外 在影片的後半部分 還會和大家看看這個樓盤周邊的環境 和Village的市中心 和會和大家說一下究竟和Highwood Village怎樣比較 我自己覺得這個樓盤如何 和大家分析一下有什麼好和不好 記得看到最後 和Like、Subscribe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我下次再介紹多些新樓盤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了 在和大家看示範單位之前 都略略說一下它是什麼位置 它在Southwater這個Village 在Horsham的南邊 大概10分鐘車程可以去到Horsham的火車站 或者是Horsham的市中心 由Horsham的火車站 進去倫敦松溫的London Victoria 或者London Bridge 大概55分鐘的火車 你說剛剛來到沒有車 如果進不到Horsham那怎麼辦呢 附近Southwater裡面 有一個Village Hall 你大概走10分鐘 由屋遠就可以去到 有不同的超市 待會你會看到的 現在你們看到這間 就是我們今天看的Show House 就是這間四房三層的大屋 有1665呎的 現在賣的價錢是675000英鎊 這間因為是丙九業權的房子 所以它的Service Charger都不會貴 一年大概幾百磅左右 很多業主都搬進去住了 新一期就下年1月至7月會落成 門口走進去 第一間就是Study 又或者是可以做一個廳 其實這個就是這麼小的 其實這裡有兩個廳 這個是其中一個 另外那個廳是在一樓 裡面就是做一個Open Kitchen的設計 然後上面有四間房 就是除了四間房之外 有兩個廳 又或者可以把一個廳 用來做Study 這個就是地下一個廁所 很特別它的設計 你看廁所有對門 開出來就是原來放laundry 放洗衣機 你可以在這裡洗衣服 其實也有好處的就是 你出去廚房 如果你放過洗衣機的廚房 你煮飯就一直在這裡吵 但你就可以關掉廁所門 聽不到洗衣機的聲音 走廊進去就是你的飯廳 開放式廚房的設計 L型廚房 我自己很喜歡這間房 因為它有兩個天窗 它的光線很足夠 你看到所有的Sportlight 全部都包了給你的 唯一沒有那麼好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花園 是有點小 因為它是Townhouse的設計 左邊和右邊都是有其他人住 還有你的車 如果要泊車 只可以泊在房子的後面 如果你說我喜歡獨立屋 或者半獨立屋 它們都會有這種設計 你可以問發展商 因為這個是開放式廚房 它們的Storage有很多空間 它做到廚具下面 也有一個Sportlight 你看到很仔細做得 還有抽氣線 還有爐頭 都是用Bosch這個牌子 除了看樓盤之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什麼特別想看的影片 如果有的話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想看什麼類型的影片 還有最近小朋友 半年假期 我跟他們去歐洲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去看我們去旅行的影片 和大家上一樓和二樓看 一樓的間隔 基本上就是有一間主人房 還有一個客廳 現在看到這間 直入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也好像很小 其實是比我想像中 我覺得是小了一點 主人房 一般都大一點 但你待會就會明白為什麼 旁邊就有一個套廁 你看這個套廁 都好像大半間房 那麼大 很闊落 左邊有你的walk-in shower 還有你看到開水的按鈕 都不在花灑那邊 很方便 還有很大的鏡櫃 適合女生放些護膚品之類的東西 右手面還有一個浴缸 不過這個廁所唯一不好處就是沒有窗 你可以說你可以先開門 開抽氣線 還有外面的房間可以開窗 但其實如果廁所裏面有一個窗 就會更加好 另外你看走到另一面 亦都在主人房裏面 就是有你的dressing area 女生的最愛 你看多大間衣帽間 全新的衣櫃 再裝上鏡子就完美了 所以其實這間主人房 它就偷了一些位置來裝這個衣帽間 所以你看到主人房算是偏小的 一樓除了主人房 另外那邊就是你的客廳 這個就是長方形設計的客廳 樓底也算高 但唯一我自己就不太喜歡在一樓客廳 因為可能習慣在客廳就在地上 可以招呼客人 我自己就會喜歡一個大的客廳 不過如果你說做兩個客廳的好處就是 下面可以用來做study 用來上班都可以很不錯 上完二樓給大家看看 上面還有三間房 一間套房 兩間double room 還有一個家庭浴室 所以這間屋總共有四個廁所 只有這層有兩個廁所 房間就沒什麼特別 是偏小一點 兩間都是比較小的 這個其實只可以做單人房 或者可以放一個bunk bed 給小朋友睡覺 剛才那間就是double bedroom 旁邊就是你的family bathroom 家庭浴室 我去看樓的時候都沒留意 回來才看到原來這些廁所都沒有窗 原來現在回想一下是因為它是townhouse的設計 如果你想要廁所有窗的朋友 就可能可以選擇半獨立屋 或者獨立屋的設計 就會好一點 看完另外這間套房 你看到它的尺寸 都是跟樓下主人房都很類似的 可能差不多 而且它也有一個套廁在裡面 所謂套房 但唯一它就沒有剛才的walk-in wardrobe 看完後就跟大家看看屋苑周邊 有些什麼呢 跟大家去Southwater的市中心village 去看看有什麼配套 一起去看看吧 很近一分鐘車程 就看到前面有一間surgery 就是一間clinic 可以看醫生 另外這邊有一些new build 另外那邊已經是market town 現在就跟大家看看有什麼商店 在Barkley的屋苑 轉向前一點 就是這個叫做Linted Square 叫做Southwater 在這裡 你看到有什麼配套 這裡有一個co-op 然後有不同的銀行 Netwest 然後有Pharmacy Boots 有些餐廳 Fish and Chip 有Chinese Takeaway 還有其他圖書館 有Post Office 有Post Office 在旁邊有超市 co-op 旁邊還有一間pub 對面有其他新興建的new build 前面有boots 還有Dominos 我不會說這裡有很多東西 有一間超市 然後這裡有一間barber shop 剪頭髮的 我關於Dry Cleaners 洗衣服 還有買些卡 買禮物 還有一間地產 所以這裡有一間叫做父興 我吃Fish and chips 切片 下一餐派有什麼吃 也有5個 產品的 藝術項目的 很多東西選 不只是Fish and chips 我去中餐也有 不過也是外國風格的 甜蜜和甜蜜 Hong Kong style 咕噜雞 咕噜肉 公寶 外賣都是吃這些多 但也不錯 旁邊有一間Tea House 那邊有一個Community Center 這個區域 這個Community Square就是這樣 我想就沒什麼其他東西了 這裡究竟值不值得買 和Highway Village有怎樣比較呢? 我們剛才看的一間 1600多呎 四房三層的村屋 也有其他 Semi Detached和 Detached的選擇 我覺得這裡 Southwater 是一個比較小的村 所以你會看到價錢 比Highway Village便宜 也挺多的 1600呎 價錢是售六百多萬 我覺得算是抵住 比Highway Village而言 會再便宜一段 如果你喜歡剛才的建築 朋友 他有另外一個 四房大一點的單位 就是1800多呎 那個便是750K左右 我也知道他說 他會在香港開賣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去他們的展銷會 但我這個就不是廣告 純粹是想分享一下 我自己覺得這個屋苑的感覺如何 另外我覺得 比Highway Village而言 他的配套沒有Highway Village那麼好 Highway Village 如果你沒有看 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他是比較在Horsham的市中心 一點的 這裡來Horsham 十分鐘 交通方面 沒有Highway Village那麼方便 但是性價比來說 我覺得會高一點 而且這裡 沒有Highway Village那麼密集 他那些屋子是比較分開一點 感覺就環境舒服一點 如果是過來退休的朋友 或者是不需要去倫敦上班的朋友 我覺得都是很適合的 另外就是這個 Broad Acres 他就有幾個出口 就跟Highway Village 他就有一個出口 就是去不同的地方 就會方便一點 那不要住方便 我想大家都應該會知道 就是 他是一個小屋 他就沒有High Street 他就有一個 Village的 一個Community Center 有圖書館 有各樣東西 但是就 不會說很多的配套 但是你說其實 入Horsham 都是十分鐘的車程 又不是很遠 那如果你說 我想用一個低一點的預算 可以買到一間大屋來計 那這裡就非常之好的選擇 對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影片 就記得Like、Subscribe 還有按旁邊的鐘仔 還有Share給你的親朋好友 接下來我也會和大家介紹 多些英國好的樓盤 好 我們下集見 Bye